刚打开最新一期跑男时 大家是不是很惊讶 素来以折腾嘉宾为主 此次如此温和 准备丰盛早餐 邀请嘉宾依依到来 李晨沙益正凯都深知节目组套路 一直疑心是套路 不敢多吃东西 baby与众不同 看着像是真的饿 坐下后就开始吃东西 baby就是这样真实的性格 无论私下还是镜头中 只要他想做的事情都会表现出来 不压抑自己的偏性 这也是他圈粉的重要原因 其他成员还在犹犹豫豫不敢吃的时候 baby已经凭借吃完了三碗小馄饨 获得第一名 得到大袋子 嘉宾这才明白 原来此次没有套路 就是专门录制吃饭的 谁的入口 次数多就算是胜利 其他人算是聪明反对聪明物 baby傻人有傻福 原本以为是杀意吃的最多 没想到是baby 当导演宣布时 别说郭麒麟好奇他吃了什么 就连观众都疑惑究竟是吃了什么呢 吃饭的时候 郭麒麟蔡徐坤沙益等人都会给特写镜头 让大家知道这个节目就是真的吃饭 唯独baby不同 每当他吃东西 镜头总是会拉远 或者是转移到别的地方 以至于大家很少见到他吃东西的样子 这或许也是为了保护女明星的形象的 女明星美貌最重要 吃饭时难免会有不雅观的表情 若是播放出来一不小心引起争议 导演组在这一点上很细心 却被不少人质疑假吃 觉得baby就是在立吃货人设 当节目组回忆baby吃了什么的时候 不小心露出一个嘴部特写的照片 看完后真吃假吃一目了然了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头低了下来 外部的镜头时常拍不到 估计就是太低了 一口一个小馄饨 嘴巴都被撑了起来 嘴角处还残留着一些馄饨的痕迹 明显嘴部有咀嚼的动作 一看就不像是在作秀 若是作秀 baby又怎么可能会允许节目组 这样直接放出嘴部特写照片 更何况他在吃完后 还打了一个宝格 声音极大 引得郭麒麟正凯都出口调侃 若说吃东西可以假装 但是打嗝 大家应该都是实实在在听到 此次的胜利完全就是baby 凭借着吃货实力赢的 作为女明星 虽然有减肥的烦恼 可baby日常都保持很好的饮食习惯 算何况早起多吃不仅不会长胖 甚至可以一天精力充沛 完全没有假吃的必要 对此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